導遊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跟中華民國官方導遊協會合作 今年已經進入第五年了 我們針對導遊進行專業的農業旅遊培訓 我們稱之為農遊大使 不是授完訓就可以 大概要授完三年的訓才有資格考試 到今年總累計到二十三年次 五年的時間才二十三個人 所以我們相當嚴格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有銀牌跟銅牌的受贈 那這個是我們今年的結果 那最後面我要再重申 休閒農業不只是一個產業 休閒農業很重要的 它是一種理念的實踐 我們希望透過休閒農業在農村 能夠實踐樂模綠模的精神 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制度 它是一個過程 也是一種手段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認證制度 能夠讓我們的休閒農業這個產業 能夠永續的發展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認證制度 來倡導我們心目中的那一個軸心 就是具有產業價值 具有農業特色的綠色生活產業 希望也拜託各位大家一起共同 來推動這樣的夢想跟理想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